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时政评论 周小辉 传习患一腺癌 是真是假 最近一周大陆再度密集出现灾祸 其中大多是火灾 1月25日凌晨 位于福建福州的省彩印厂起火 火光冲天 浓烟滚滚 七八个店铺被波及 24日 江西新渝楼房火灾至39人遇难 23日 山东济南酒店火灾至四人遇难 22日 云南山体滑坡至34人遇难 十人失联 20日晚 山东河泽一废弃粮库发生爆炸 目前新闻仍然停留在伤亡情况核实中 同日 长州工厂粉尘爆炸 八人遇难 1月19日 河南方城县学生宿舍火灾 13名小学生遇难 笔者早年听说 曾有一位民间术士给中共党魁习近平算过命 说他上台后犯火 如果仔细注意 习近平上台后 各地火灾的确就从来没有断绝过 官方数据称 2023年上半年 全国火情就超3000起 2024年刚刚进入1月 天灾人祸就会断绝 如今更是短短一周内就发生这么多火灾 难道与党魁没有关联 让习火上浇游的是 在内外浇困 灾祸频传之际 海外又传出了习黎患一线癌的消息 1月25日 海外社交媒体 x账号 at in yy 贴文说 网传习近平可能得了一线癌 不能确定真假 重点可以关注习近平多久不现身 如果真的是一线癌 神仙来了都没救 也就半年到一年的命 贴文所配的一张图片就是其信息来源 图片内容说的是一名ID为北京护士的人称 一位比较靠谱的好友告诉他习在检查中发现了一线癌 而传习患癌的一个佐证是 习在1月17日参加张克辉的遗体告别室上 面容憔悴 身形叫以网销售 一线癌被认为是癌中之网 一旦发现就是晚期 而且一直会有剧烈疼痛 治疗效果不好 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江泽民的马仔黄菊就于2006年死于一线癌 死前被一线癌折磨得死去活来 去年中共疾控中心的首席专家吴尊友亦死于一线癌 公开报道指 2022年夏天 在癌症转移到肺部后 无尊友动了第二次手术 体重从135斤迅速下降到80斤 简言之 如果习真的得了一线癌 即便可以随时打一针要上百万的进口药 可以得到最好的治疗 但却只是延长生命而已 问题是 习是否得了一线癌 网上曾有一篇标题为 国家领导人长寿力决和退休后待遇的综述文章 文章开篇就以中央军委员副主席张震去世时 享年101岁为例 认为张震之所以活到100多岁 绝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养生秘诀 养生秘诀至于常人是不管用的 张震真正的养生法宝是他的高官身份 党和人民不惜任何代价把他养着 他不长寿还不行 以此推之 作为中共党魁的习身边 自然有着国内最强的保健团队 保健已24小时守候在身边 而且时时会关注他的身体各项指标 包括血压 体重 以及各种细微的变化 并给出解决方案 如果出了问题 他们都需要承担责任的 那么 半个月以来习的身体究竟如何 以下是习的几次公开露面活动 1月26日 习向中法建交60周年招待会发表视频致辞 1月24日下午 习举行欢迎仪式 并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尼尔几约耶夫举行会谈 同日 习一与安提瓜和巴布达总理布朗会晤 1月17日 习参加张克辉的遗体告别式 1月16日 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上讲话 1月10日下午 习会见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会晤 并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举行视频会晤 公开视频显示 习在16日和17日的露面中 确实给人的感觉是面容憔悴 身形较以往消瘦 但在10日的活动中 给人却并无这样的感觉 24日的两次与外宾会面 虽然官媒刻意进行了修饰 但习给人的感觉依然是精神不足 似乎心情不佳 身形还是瘦了些 但与17日的状态相比不是特别明显 身形销售的原因除了疾病 还与精神 睡眠等有关 1月13日 台湾大选赖清德的胜利 以及外界对习的嘲讽 对习在精神上的打击应该并不小 因此 习此后几日 心情 睡眠 精神不好 导致身形销售 也是可以解释得通的 是以 仅凭习17日的状态 佐证习罹患一线癌 并不充分 更为关键的是 习的健康问题应该是中共的最高匿名之一 习身边的保健医护人员 服务人员 警卫 官员等都是层层筛选的 就是害怕泄密 即便某些外围人员偶然得知 也需考虑泄密的成本 因此该海外爆料可信度有多高 还需谨慎 当然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中共高层内部有人有意放风 或是确有歧视 或是以此搅浑水 引发中共党内 尤其是习阵营官员内乱 那么 习是否有可能得一线癌或者其他重病呢 如果从推崇现代科技水平的现代人的角度看 有着最好保健团队的习大概率是不会得的 即便得了 也会有各种办法 包括器官移植来治愈 然而 从佛家角度看 人如果造了大业 身体就会出大问题 佛家认为 凡事有因必有果 众善因者得善果 即得福报 众恶因者得恶果 即得恶报 中国民间也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俗语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使称畏道 善恶有报中有识 只争来早予来迟 善恶若无报 乾坤必有私 多行不亦必自闭 在习当政十几年中 迫害法轮功 迫害各族异见人士 甚至活摘器官依旧没有终止 尤其近五年 其加速左转 外与美国对抗 支持俄罗斯与欧美为敌 内则打压民企 经济凋敝 同时在党内大清洗 加强对人民的钳制 三年疫情的极端风控 更是引发人民的不满 导致如今很多人都认为其没干过一件立国立民的好事 也没干成一桩丰功伟业 反而处处遗留烂尾工程 从官场到坊间 许多人在坐等其出事 从上到下 各个阶层 无不离心离德 暗潮涌动 可以说 无论从天意还是观心 军心 民心看 中共党魁与中共已经离末路不远 积攒了不少罪业的习也注定将得到果报 只是是身体出状况 还是迎来下属的背叛 上天应早已做了安排 我们只需等待某一刻的发生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